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然而该措施远未得到民众的一致支持 如今 疫情强势复苏和奥密克戎变体的到来 是否应该强制接种疫苗呢 包括德国在内的几个国家正在考虑这项措施 长期以来 人们一直认为这项措施是过分的 而且由于道德和实际原因仍然远远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欧盟委员会主席乌斯拉冯德莱恩周三表示 必须就欧盟的强制性疫苗接种进行讨论 这些措施标志着一个转折点 自从近一年前疫苗到来后 包括印度尼西亚和土库曼斯坦在内的极少数国家 选择无条件地将疫苗强加给本国人民 许多国家如法国选择了健康通行证 这是一项已经很有限制性的措施 要求人们接种疫苗或者对新冠检测呈阴性 以便进入各种场所 比如说餐馆 另一个经常选择的制约因素是对特定类别的人 比如说医护人员进行强制性的疫苗接种 然而在最近几天 一些国家 特别是欧洲国家 已经宣布他们打算采取完全义务的步骤 奥地利的情况就是这样 从2022年开始 德国的情况也是这样 该措施已经列入未来政府的议程 社会民主党人奥拉夫·肖尔茨说 有太多的人没有接种疫苗 在莱茵河对岸 德国公众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已经基本改变 根据一项民意调查 去年夏天约有三分之二的受访者反对强制接种疫苗 而现在这一比例已经完全逆转 64%的德国人赞成 导致这种转变的原因 就是一股新的特别强烈的感染浪潮来到欧洲 首先袭击了东欧国家 然后蔓延到德国和奥地利 现在正在影响法国等其他国家 各国还对几天前发现的奥密克戎变体的到来感到担忧 其基因特征让人担心会对免疫产生更大的抵抗力 但是其实际传染性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法国总统马克龙11月30号会见到访的立陶宛总统脑赛达 马克龙称赞立陶宛做了勇敢的决定 表明在立陶宛与白俄罗斯边界的难民危机之际 法国完全与不变的支持 马克龙在总统府埃利社公会见脑赛达 并邀请脑赛达进行工作参会 谈及波罗的海国家与世界其他大国的外交关系 两人会后也在总统府外正式发表联合宣言 马克龙在宣言中强调 在国际外交对话过程中 他更倾向于把欧洲团结视为优先事务 根据爱利社公官网公布的宣言内容 法国表示 在立陶宛承受外交压力的时候 法国和你们站在一起 同时白俄罗斯鼓励难民非法穿越欧盟领土 例如透过波兰和立陶宛边境 借此向欧盟启动混合战 并把难民作为苦难的工具 对此马克龙也重申 欧盟将团结一致 马克龙说 我们应该继续行动 身为欧洲国家议员 我们不仅应该团结 也应该有统一的回应 并重申 法国对立陶宛一如既往的支持 自明年元旦开始 法国将担任六个月的欧盟轮值主席国 马克龙近日积极布局 并联系各欧盟成员国 试图加强欧盟统一阵线 也与意大利放下恩怨 签订法义合作协议 据外媒报道 英国航空工程师理查德·戈弗里 在11月30号发布的报告中称 使用新的追踪技术 锁定了马航MH370航班的坠毁地点 这架飞机自2014年3月失联至今 机上239人下落不明 英国航空工程师理查德·戈弗里 在11月30号发表的报告中声称 马航MH370坠机的主要地点 是在断铃脚下 根据英国泰晤士报的报道 理查德·戈弗里是专家小组 MH370独立小组的创始成员之一 他表示他非常有信心 新的地图软件已经确定了 这架波音飞机的坠毁地点 另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 根据理查德·戈弗里使用的 航空跟踪技术 MH370在澳大利亚 珀斯以西1933公里处 南美33.177度 东京95.300度的地方 坠入海洋 落入4000米深的海底 理查德·戈弗里在最新发布的报告中称 坠机的主要地点是在断铃脚下 那里的水下地形非常复杂 有不少裸露的山巒和悬崖 一座水下火山和一个峡谷 理查德·戈弗里预测 如果仔细搜索相关区域 将有望在2022年下半年 发现MH370航班 报告称 对于MH370的预测定位 与对可能来自失联飞机的 33个碎片的海洋漂移分析相符 这些碎片多年来在毛里求斯 马达加斯加 坦桑尼亚和南非被发现 节目最后 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1号 士兵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 凯旋门参加阅兵式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1号 埃及开罗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访问埃及 与埃及总统会晤 并举行新发布会 桑切斯正在对埃及进行正式访问 其间他将讨论促进双边经济和政治合作 以及向埃及提供新冠疫苗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1号 俄罗斯莫斯科 今日俄罗斯消息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 出席例行记者会 称乌克兰一半军队已部署在顿巴斯地区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1号 德国姆尼黑 姆尼黑一座火车站附近 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 有三人在爆炸中受伤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1号 希腊塞萨洛尼基 当地民众准备接种新冠疫苗 据希腊中西时报报道 当地时间11月30号 希腊总理宣布 60岁以上未接种新冠疫苗的人 必须在2022年1月16号之前 预约接种第一针 否则每个月将面临100欧元的罚款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1号 俄罗斯莫斯科当地将暴雪 以上就是本期环宇天下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还可以登陆欧洲卫视网站 以及关注欧洲卫视的YouTube频道 和Facebook主页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